来到世博台湾馆的周围 大大小小的货车正在进行撤出搬运的动作 现场也贴出7月1日起正式停止营运的告示 新竹市政府也派员关注现场状况 同时发函要求宇佳公司 在韩文到后隔日起三天内恢复营运 那我们7月1号我们就派员去 确实来检视他确实有没有去结束营业 结果发现真的他是有已经在结束营业 那7月1号以后呢 那当然我们就开始就行为给他 因为依照我们相关的规定 我们就必须要限期请他改善 那因为多数我们都跟他说 你不能结束营业 那他也知道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这次呢 请他以我们昨天已经发出一个公文 请他以闻到 因为在法律上规定闻到 次日起三天内 他必须要恢复营运 假设没有营运的话 那我们市政府下一步呢 我们一定会采取 就是中族契约 就由我们市政府发动中族契约 那这样才能够保 确实保障到我们的整个的潜力 例如说呢 我们可以没收他的一个 利益保证金一千万 还有包括后续我们可以主张 一些相关的呢 对我们有一些有利条件 例如说无赏返还那些 那现在他投资税别 我们可以无赏要来返还给我们 现场的招牌以及logo 都已经拆下来呈现斑驳的状况 接下来市博台湾馆 势必要面临空窗期的时间 各项软硬体的保全市府将发函 要求宇家公司维护现状 那有一些东西他就必须要保全 那我们现在说我们昨天 行为给他 也特别请他们 注意到他结束以后呢 所有相关的里面的 财务的一个保全 包括维持里面的顺畅 还有包括他下游厂商 他本身的 他下游厂商 他们的情侶关系 而且我们市长也只是我们 现在有我们消保官 还有我们的这个劳工处 也都接进去 只要一有纠纷 我们会立即来做处理 6月30号晚上 市博台湾馆即将结束营业停车场 难得看到满满的车辆 民众也趁着清仓拍卖减便宜 现场的广播 以感恩的心这首歌 感谢民众的支持 结束市博台湾馆 产创园区的营运 开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